做生意呢 通常都会做点广告 越多人知道越好 不过苗栗这个面包店却一点也不这样 那么你得要这个按图所记 辛辛苦苦的才找得到它的店面 因为这家店呢 开在自家的三合院里 在三合院里搭摇 他们要烘焙理想中的面包 正是因为量太少 所以没有打广告 但意外成了大家口中隐藏版的面包 啊 面包出眼了 等好久就等这一刻 面包从高温的窑砖里取出香味 瞬间弥漫 热乎乎的面包实在很扎实 烤着宿舍的外皮内 包裹的是细致的面包 加上起司有机干果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这里还有吐司 里头的凤梨馅料 也是老板亲手调制 你面身来讲是比较欧式面包的做法 但是一些食材又是我们比较在地的食材 台湾本地的一些食材 能够吃到这些面包的游客们 实在是好开心 因为这可是苗栗三亿地区的隐藏版面包 就在不起眼的三合院里 瞧瞧游客手拿着地图简介 按图锁记才找到 更幸运的是光顾的这一天 老板的面包多做了几个 才能够吃到这个隐藏版的面包 看到招牌就直接弯进来的也有啊 那是朋友介绍的 他们就不知道说比较不清楚说是要订 我们就会还是多做一些给散客这样 国小老师退休的张老板回到老家 就在三合院一旁搭盖了这一座砖窑 卖起自己理想中的面包 就连使用的干果像这些番茄 也是经过窑烤增添风味 你在一般面包店可能你一进去 在门口一问到就是奶油的香气 但是我们是把奶油糖牛奶蛋都拿掉了 本来只是左邻右舍尖着卖 低调的张老板仍坚持每天少量不声张 却因为料好实在意外成了游客找寻的隐藏版面包 中心信物洪志明苗栗采访报道